大家好,我是沈尚,我是香港證監會持平坦士 現在跟大家說回我們最新發表的其中一份報告 見到這瓶牌,2017年中期錄得收入是90.36億港元,上升20% 毛利28.6億,上升9.7% Ibida是28.26億元,上升10.16% 股東英佔日利20.09億,增長139% 集團宣派中期息會股32.6% 交去年同期上升141% 由於行業仍然處於供不認求的情況 經營情況又比往年 我們一改以往,之前使用蓋三年預測成率作估值 改為與同業作比較 參考BOMER數據,集團認18年預測成率12.1倍 提供低於同業,藍牌塑膠和LGChamp的 16.4倍和14.1倍的 2018年預測成率 以兩者最低的數值作估值參考 我們預期2018年的 每股預測盈利是1.09元,估值去到15.3元 現代接近有15%程度升幅 建議買入 至於報告的詳細內容 大家可以看回我們的網站 或者看我們的報告 你先報告吧 我們香港政間會辭品士 就沒有持有光場提供的報告